好 这部观众带来关心到 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在今天登场 而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培慧 也在十点多的时候抵达了她的投开票所 位在陆古乡的茶艺文化馆 那么被问到她的心情怎么样 来听一下她的稍早访问 这就是执行民主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心情就是说 蔡培慧要好好努力 第三个心情就是 我觉得台湾民主是一个进展 然后她需要长期的经营 我说的经营不是 不纯然是个别选举 我说是整个台湾 这个是昨天林静怡给我的 就是她当时扶选指南宫 然后我觉得我也常常去指南宫 然后我觉得人在求取 任何一个阶段都是需要上场的保佑 可以看到她今天是身穿粉红色的外套 以及牛仔裤打扮得十分的休闲 而陪同她的是她的阿姨 因为她说她的妈妈在雕把治疗 早上出门的时候也要给她鼓励 不过因为身体的关系 所以不方便出门 那被问到她的心情怎么样 她坦诚是有一点紧张的 昨天也有一点小失眠 但是她今天也带着她的幸运物 也就是林静怡给她的指南宫项链 因为她说到了这个林静怡 在补选的时候也是带这一条项链 因此有传承的味道 那么今天南投是好天气 所以她也呼吁大家 勇于站出来行驶公民权投票 好 主要南投调选区立委补选投票日 就是今天前县长林明珍 也抵达了这个现场 来到这个积极镇的八张活动中心 要来投下她神圣的一票 她说其实昨天选前之夜结束之后 在家里休息 终于放下心中的大使 今天带着轻松的心情来投票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心情就非常的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不会再被抹黑 所以心情很高兴 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就一躺下去 就到天亮也没有 没有什么做梦什么都没有 我想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其实她也说到这次参加立委补选 其实家人都非常的不赞同 她顶着这个外界的压力 依然来站上这个战场 来进行这个浮选的竞争 那她也说到很心疼家人 一起陪她面对外界的压力 那这一次她也说到 不想要来看这个开票的结果 因为她说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状况 不过最后还是要等投票的结果揭晓 才能知道最后到底是由谁来竞争上 这个立委的席位 以上现场最新的情况